大家好,我是约翰 我常常和大家说为人处事 我们要包容一点 我们要忍一时风平浪静 然后稍微可以忍让一下 所以呢,在让别人体谅一下的时候 经常就会说 这事呢我们就不计较了吧 得让人处且饶人 虽然说这句话我们经常会说出口 但是很多朋友呢也能够做到 但大家知道他的上半句是什么吗 那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南宋文人 俞文豹的唾弃常谈出处 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是 自出动来无敌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句话背后的故事是 曾经有个道士非常擅长下棋 每次和人下棋呢 总是喜欢先让人家走一步 老是喜欢让棋 后来年龄大了 这个道士就去世了 这是他临死的时候呢 和村里下棋的老头 交代自己去世后的事情 几年后呢老头按照道士的遗嘱 给他改葬 打开坟墓的时候 发现棺材里面很空 只有几件衣服 那这个呢也想到了 道士生前写过的一首诗是 那这句事当中也有一个关于下棋的典故 是王志玉仙 说是在西晋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王志 他呢是以砍柴为生的 有一次呢去山上砍柴的时候呢 突然下雨了就去附近的山洞里去躲雨 结果发现山洞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 他就站在旁边呢开始看这些老人下棋 这几个老人呢一边下棋 一边吃糕点 其中一个老人的丫鬟还给他递吃的 下完一盘棋之后 丫鬟就问王志 你怎么还不回家呢 王志这个时候才回过身来 然后就去地上 拿自己的斧头去砍柴 没想到呢 刚一拿 斧饼一结烂了 只剩下这个 铁斧了 王志回到村里之后呢 还发现村里的人 都不认识自己了 打听自己的后代才发现 他的父母呢都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 这件事情刘雨昕也曾经在 他写过一首诗 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 是怀旧空盈 闻敌富 道相翻似 烂磕人 这个故事呢 虽然说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就下棋来说的话 自出动物中无敌手 就是说 下棋厉害的人有很多 但是并没有咄咄逼人 自古一来都是那些 真正有实力的人 我们发现 他们才能做到 得饶人处且饶人 否则的话 你什么本事都没有的话 你连饶人的资格 都没有 那这个话呢 放到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社会上不缺那些优秀的人 但是真正优秀的人 都是会和人 在发生争执的时候 能让一步就让一步 有的时候 虽然你有礼 但是有礼不咬人 也就是不让人喜欢了 所以呢 大家不妨在生活当中 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其实呢 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 再见